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最近炒作起来的比特币让部分投资客趋势落伍,不过台南有一名增性服务生将半年存下来的5万元购买零,143元比特币投资,没想到却陷入了诈骗陷阱。 歹徒自称是向投资客框称,一星期可稳定回收20%,但曾南将比特币汇给歹徒后却再也没有下文,向警方报案,但警方看到后跟曾南说,银行利息都没有这么高,投资短期获利超过20%,连股神巴菲特都做不到,听完后曾南财经学被骗。 据了解,曾南是看到脸书社团介绍,以Nex套利终端交易的方式,才对比特币投资心动,歹徒向投资者,匡称目前的投资方式,是赚取比特币的高会差,由比特币操盘手操作,一星期可以稳定获得超过二成的获利,也就是说投资5万元,一个星期可以拿到12000元。 曾南信以为真,用半年来的存款5万元,全数购买零,143元的比特币,系料糟片,警方指出比特币投资诈欺手法,因联络账户IP都能动手脚,警方很难掌握金流,比起靠车手提领赃款的手法风险低, 歹徒可能是骗来比特币以后再转卖洗钱,是过去投资诈骗的变异,民众千万要注意。